任何一个词和一个定义和一个称号 在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它都不是一个贬义词 女装其实就是只有一个 就是我拍那个活泽成香的 女扮男装的那个 其实那都是为角色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 对 又不是我私下有这个癖号被拍到了 那我觉得可能最好不要留出去 但这些我觉得 而且它这个影像的东西 会永远保存在那 对 你会在意这些吗 就是还有一些鬼速的视频 你会去看吗 还有些什么鬼速 这次我就欢迎在一起 视频简单紧 不要搞笑一点 我如果翻到我就看一看 翻不到我就不看了 其实 就是大家娱乐的一个方式 其实也没什么 其实是小 现在这个词已经过时了 所以你也没必要去定义一个过去的一个东西 就是现在又可能会有新的一些词 对吧 我也不知道后面新的词是什么 所以下次有新的词出现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详细的分析 我对这个我对这个词的定义是怎么理解的 我觉得这个词任何一个词和一个定义和一个称号在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它都不是一个贬义词 它都是一个大家可以供大家一块娱乐 供大家一块去说到的一件事情 然后因为某一些事情或者时间长了 大家觉得无聊了或者腻了或者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词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 或者或者它不是以前的那个味道了